我们今天一起去了解一下 头一年刚长上来的那个新姜 也就是那个嫩姜 如何才能让它变成老姜 这里只留着一小块 就是我们用这个生姜叶子把它盖起来的 这一小块就是我们种的那个生姜 我们留起来给它做种子 也是给它留起来做老姜的 我们看看我们是怎么做的 我们现在挖上来的这个生姜 就是今年刚长上来的新姜 我们把这个新姜留着 留到现在这个时候 把那个泥土给它埋起来 埋起来之后 现在都有这个纤维了 有这个纤维在里面 就表示我们这个生姜已经变成老姜了 我们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也可以很好的保存我们的生姜 同样我们这个生姜的种子 我们这样留在地里面 我们这个生姜种子也不会坏掉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保存方式 我们用这个保存方式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生姜的这个上面 这个叶子给它割掉 我们只留这个杆子 我们割的时候不要挨着离地面殆尽了 我们留个五公分到十公分左右的 就都可以 我们要怕这个生姜会冻坏掉 我们可以在这上泥土再给它加厚一点 我们泥土给它加厚一点 不要给生姜漏在泥土外面 我们可以拿像这种纤维袋 也可以拿那个地膜 或者那个遮阳布给它盖起来 我们也可以拿稻草来盖 那我们我们家拿这个来盖呢 就是拿那个生姜的那个叶子 就是我们把那个生姜割完了之后 我们把这个叶子给它直接堆在上面 这样堆在上面呢 给它堆得厚一点 以免那个霜冻味直接跑到我们那个生姜的根部去 用这种方式来保存我们的生姜呢 不仅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新姜变成老姜 同时也能很好的保护我们的姜种 我们的这样生姜留在地里面也不会坏掉 我们可以一直留到明年 这个生姜都是完好无损的 也不会干扁 也不会发芽 我们就这样给它保存的 好了 我们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 拜拜